内地新增59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其中黑龙江确诊个案急增有26宗 国家卫健委形容疫情快速发展形势严峻 黑龙江黑河市在三日之内一共出现36宗确诊 并连续三日展开传闻检测 全市在星期四已经停工停产 所有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公共交通工具一律停运 至于内蒙古新增19宗 再有200多名滞留在压制纳旗的自驾游旅客离开 甘肃新增11宗 而北京和零下都有确诊个案 国家卫健委说黑龙江的疫情发展迅速 根据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与近期内蒙古、甘肃等地的疫情无关 是另一波由境外输入引发的疫情 并已经在社区传播有扩散的风险 在近两个星期 全国有14个省市都出现本地感染 形容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本人疫情暴露出一些地方存在思想上松懈麻痹 常态化防控应急准备不足 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薄落环节 全国特别是口岸地区 应该进一步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高风险人群的清查和闭黄管理 强化疫情监测 至于内蒙古、甘肃等地的疫情 都是由Delta变种病毒引起 当局说今次疫情有较多的长者感染 重症比例都较历次的疫情为高 已经采取多种方案提高救治效果 而目前北京、河北等地的疫情基本平稳 另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山日前预计 这一轮疫情可望在一个月内受控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国台办副主任劳军村说 统一之后台湾的财政收入会全部用在改善民生 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提升 劳军村曾在湖北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 要认清国统一是台湾前途所在利益所系 他说同一之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会得到充分保障 经济发展得到充分增进 民生福祉将会充分提升 两岸交流往来也会更加便捷 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全部可以用在改善民生 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台湾同胞将会真正当家作主 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 台湾在国际上的腰肝会更加硬 重新对于台独环固分子 大陆将会依法严情终身聚责 内地疫情反弹 北京有密切接触者曾经到访环球影城 当局宣布乐园进入应急防疫状态 有游客说会做好保护措施 驻北京记者梁卓恩报导 疫情下的北京环球影城 周末人潮如常 有不少市民一早就来到等入场 有客入园之前要素描健康码 显示为绿码才可以进去 北京再现疫情 星期五新增两宗本土病例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一个密切接触者曾经到访环球影城 当局要求环球影城进入应急防疫状态 相关职员已经被安排隔离 而全部人检测结果情阴性 乐园其余职员也会接受检测 园内就加强预防感染措施 包括每晚闭园之后 园区会进行全面消毒清洁 以及定期採集环境样本检测 又不时提醒游客要戴好口罩 但我们发现仍然有部分人没有理会 有游客就说会做足保护措施 担心感染风险 会有但是我会想着应该大家都不会来 尽量就把口罩戴好啊 然后该洗手就洗手啊 应该筛查的都很严 每个人都会扫码 觉得应该挺安全的 我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 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我首先我打了疫苗了 再一个我这个口罩 但是也都有人担心受感染 决定不入园 进到园区要玩机动游戏 也都要再次掃描健康码 来到环球影城 当然要和自己喜欢的电影角色 影响留念了 但为了减低感染风险 影响的时候都不要脱下口罩了 无线电视著北京记者 梁卓音不得 目前全国多地经开放接种第三针 中国疾控中心引述研究说 在接种第三针灭活疫苗 一个月之后的抗体水平 较大二针满一个月后 提升大约五倍 部分人甚至会更高 又加强劑同样可以应对 前期出现变异株引起的发病 对重症的保护作用更加明显 至于开放3至11岁小朋友 接种灭活疫苗以来 已经接种超过353万剂次 感防军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 近日展开第一次城镇进攻演练 演习在幕北一个训练基地进行 官兵接到命令之后随即出发 各种注意距离目标区域两公里 按计划展开 抵达目标位置附近之后 官兵进行隐蔽滲透 追击组在天台位置收集和提供情报 研究组在收到指令之后 兵分多路攻入建中文 并殲灭大部分的敌人 小数敌人分别在不同的出入口途里 冠兵前后夹击活捉敌人 解放军第73集团军 被台湾传媒形容是攻台主力之一 央视报导检测围绕火力掩护 隐蔽滲透等多个项目 全面检验部队的作战能力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宏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形式 在20国集团峰会发表讲话 表示中国会坚持对外开放 认为中国发展会为世界经济 注入更多新动能 中国古人说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就是说诚信是结交天下的根本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 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我相信中国发展将为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 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百年一见的大变局 以及全球新冠疫情 20国集团要负起应有责任 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踐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罗马建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像讲话 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 落实下年全球接种疫苗的目标 又说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 会承担和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 一连两日的20国集团峰会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 是自前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20国集团领袖再一次聚首一堂 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等的议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代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轮任主席国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 支持的时候 强调国际社会要秉持多边主义 才能够解决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透过视像发表讲话 华山观疫情持续反复 世界经济复苏脆弱 20国集团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 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而中国也会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加多的新动能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对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我相信中国发展将为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 疫情方面 习近平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 加强疫苗科研合作 落实世卫提出下年的全球接种目标 气候变化方面 习近平说 20国集团应该秉持共同 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推动全面落实巴黎协定 中国也会承担和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表视像讲话 呼吁各国应该加快互相承认新冠疫苗 以协助重启经济活动 路透社拿到会后的联合公布草稿 各国承诺尽力尝试到2030年代的时候 停止兴建不减排的燃煤发电厂 逐步撤销对低效率发射燃料的补贴 也会通过支持在夏年年中之前 为全球七成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同时定立全球企业税下限为百分之十五 以导致企业利用避税天堂逃税的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曾维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